刘亦菲获得2022微博年度闪耀人物 有请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捧起你们的微博之光 我们的孔雀公主好美 在这里要亲自恭喜一下虎哥除了我们微博金也当爸爸了 恭喜 祝贺两位 有请来到舞台的中央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 好的 是的 让我们欢迎点赞人新浪集团董事长兼CEO 微博董事长曹国伟 有请曹总上台为他们送上鲜花并表示祝贺 祝贺两位微博年度闪耀人物 有请曹总 来 一起合影留念 谢谢 好 再一次祝贺两位也有请曹总落座 谢谢 好 再一次祝贺两位也有请曹总落座 谢谢 下两位感受吧 来吧 女士优先吗 特别开心 今天跟胡哥刚才在台下也聊了很久没见了 然后也特别开心 感谢新浪 感谢新浪微博 对我们的鼓励 感谢大家对我们作品的喜爱 希望在以后呢 在表演道路上继续的期待这个未知和惊喜 也希望大家今晚开心 谢谢 胡哥 其实今天啊 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夜晚 我们刚刚看到了 离星空最近的航天专家 我们看到了愿意用一命换一命的救灾英雄 看到了让五星红旗一次又一次升起的体育健儿 看到了心中有大爱的公益人士 当然还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前辈和我的同行 所以从各方面来看 真的我今晚不足以来接受这份荣誉 但是呢 如果要比一比 谁是本年度最幸福的人 我还是蛮有底气的 哇 好甜哦 好 要在这里感谢一下我的太太 因为当妈妈真的很辛苦 也要感谢我的宝贝女儿 她们让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当然我觉得幸福这两个字很难量化也很难比较 正因为有了微博 让我可以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我的幸福和喜悦 也同时在第一时间收获到了无数的祝福 让我的幸福倍增 所以要谢谢大家 最后 最后我要谢谢刘亦菲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我跟她在《仙剑奇侠传》中 是赵灵儿和李逍遥 当年我们一群年轻人曾经许下过一个十年之约 赵灵儿当年的愿望是 希望全天下所有的人都可以幸福快乐 或许是因为这个愿望 让逍遥成为了此时此刻最幸福的人 天哪 我也希望 我的这份好运可以带给大家 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谢谢 天哪 太累疯了 这就是我的青春 你知道吗 这是 好多像我们这种 最温暖 最泪目 最动人的发言 再次最温暖 热烈的掌声 送给二位 谢谢他们的真挚的所感所想 而且真的也借此机会 谢谢微博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台前的闪耀 更让我们看到了幕后 台下很多不为人知的光芒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 一起为他们照亮未来 谢谢 谢谢 再一次恭喜两位 谢谢 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 哇 这段话 值得被一次次的感受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新建的十年之月 并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星象 好神奇 唐先生帮你看 那五克星出现了 哎 哎 哎 嘿嘿 我李逍遥要做天下第一大侠 我要出城乎 我要第一六七十 唯有我等你 我 林月主 要让林家宝成为第一大方 我是女方主 然后再给这个臭难敬帝 好 孝林爱 要让所有男赵国子敬 永远幸福快乐 我 刘金人 要偷偷渡我一圈 帮当天的皇上 我全心全力 我全心全力 我早已跨任何艰难 要看我一会一样 中心铁胆 保卫国家 你会相信我 我暗中 要天天开心 等上女士都快乐 天天开心 天天气 好 请这么近一点 等我失眠后 再相见 我们一定会来 心思的理想的 一定会了 停 已经消失在风雨 让我们看一下微博之夜 丁儿 再一次恭喜各位 请不吝点赞 下集 portfolios